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面我给大家介绍了第五章实用艺术的第一节 实用艺术的主要种类的前两个部分 就是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 下面我再截着给大家介绍第五章实用艺术主要种类里面的 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这个部分 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负有联系又负有区别 首先我们讲一讲 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又可以被称为实用工艺 它一般是指在造型或外观上具有审美价值 与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用品 离切相关的一类工艺美术的总称 工艺美术又可以被称为实用工艺 实用工艺从总体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也就是经过艺术处理的日常生活实用品 第二是民间工艺美术品 第三是特种工艺美术品 首先我们看一看 经过艺术处理的日常生活实用品 在这一大类里面 可以说包括了精致的床单 背面等等 可以说我们家家都有 这些日常生活实用品 它们主要的功能是实用 在实用的基础上 兼有观赏的价值 兼有审美的价值 所以说这一类工艺品是以实用为主 观赏为辅 第二类就是民间工艺美术品 民间工艺美术品总类也很多 包括我们平时看到的拿染的服装 拿染的鼻挂 以及拿染的手带等等 这样一些民间工艺美术品 它们的造价都比较低 材料都比较便宜 而且呢既实用又美观 所以说它兼有实用与美观两种功能 两者兼有 第三种就是特种工艺美术品 对于特种工艺美术品来说 它的原材料比较昂贵 它的制作比较精细 而且呢 它主要具有观赏价值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增长的价值 但是它基本上不具备使用价值 这是特种工艺品的特点 实际上我们很多特种工艺品商店 出售的大部分是这样一些工艺品 比如说牙雕 玉雕 景泰兰等等 这些工艺品主要是具有观赏和增长的价值 它们基本上已经不具备使用价值 实用工艺品基本上就可以划分为以上的三大类 我们可以看看第一大类是以实用为主 装饰为辅 第二大类是实用或装饰两者并重 第三大类是以装饰为主 基本上不具备实用的功能 实用工艺品的特征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原始艺术形式演变了 我们在讲艺术起源的时候已经谈到 实用工艺品具有很长的历史 早在原始时候 原始人的陶器实际上就是既实用又美观 我们可以看看原始陶器 它的造型很美 而且它的花纹图案也和它的实用有密切的关系 原始的陶器 它的上半部分基本上都有花纹 而它的下半部分基本上全都没有花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要放在火里面保持它的温度 包括一些陶器 它的造型和它的实用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尖底屏 它的造型和它的实用 功能是密切结合的 因为它主要是在积水用的 用积水用的 而且陶器 可以说明了 我们中国实用工艺品具有悠久漫长的历史 这是实用工艺品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历史悠久 实用工艺品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它的实用性和深美性 是互相结合起来的 实用性与深美性的结合 在我们的实用工艺品里面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既实用又美观 实用工艺品的第三个特点表现为造型美 它主要是依靠造型来创造美观的外观 所以它比较注重色彩 线条形状等多种形式因素 这是实用因素的特点 下面我们讲一讲现代设计 或者工业设计的一些情况 现代设计或者工业设计 它的范围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产品设计 第二是环境设计 第三是视觉设计 先讲第一个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英语的design design就是设计 在俄语里面又翻译为激扎音 现代的设计用的非常广泛 用在许多工业品的生产设计里面 在现代产品设计里面 又包括了家具设计 服装设计 家用物品设计 办公用品设计 以及工业产品设计 在工业产品设计里面 又包括了汽车设计 飞机设计 电脑设计 以及其他的电器设计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范围 标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们已经不光注意 使用这些物品 它的结实 耐用经济 而且特别强调它的美观 就拿汽车来说 汽车的外观变化非常之大 也可以说 在近百年的汽车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 汽车的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百年历史中 从最早的老爷车 一直发展到当代的 非常具有流线型的现代化汽车 它的外观越来越漂亮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还会出现一些新的车型 这就是概念车 概念车更加美观 更加奇特 更加具有个性 这就是产品设计 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二 我们讲一讲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 是指人类 对各种自然环境因素 或人工环境因素 加以改造或组织 环境设计 也包括很多方面 它包括了室内设计 比如我们家庭的装修 弹工场地的装修 都是室内设计 庭院设计 建筑设计 城市设计 社区设计 等等 尤其在很多城市或社区 都要用很多装饰 来美化城市 或者小区 比如说城市的雕塑 现在在许多城市 都非常重视 比如说广州 被称为阳城 广州的五阳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城市雕塑 也同时也是一个 城市的标志 第三 我们说一说视觉设计 视觉设计 范围更加广泛 视觉设计 即包括装针设计 印刷设计 包装设计 展示成立设计 视觉形象设计 广告设计等等 甚至包括我们 电视台的台标 片花 标识等等 我们看一看 世界各国著名的电视台 他们的这种台标设计 非常富有创意 而且有文化的内涵 比如说CNN 大家知道CNN是一个国际新闻频道 它的台标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在转动 标明CNN是面向全球 面向世界的一个国际新闻频道 而且它里面不断的出现片花 这些片花都是世界各地著名的建筑物 比如说香港的中印大厦 比如说太极林 比如说西里哥剧院等等 它用这些片花表明 CNN始终面向全球 再比如说美国著名的国家地理频道 就是NGC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和美国的NBC 这个广播电台合办的 NBC就是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它和美国的国家地理协会合办了这样的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一个教育和科学的频道 这个频道 始终以探索自然作为自己的主要的纲领 这个频道 它的标示主要是一个黄色的方框 你看到述作的字 就是NGC 就是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黄色方框 来源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这本杂志的边缘就是黄色的 所以这个频道就把这个黄方框 借用过来 实际上这个黄方框 就是一种通向大自然之门 让人类通过这个黄色的方框 进入大自然之门 探索各种动物植物的奥秘 它的登山稿 也是这种含义 也是这种含义 而且这个黄方框 写起的非常巧妙 它里面还充满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这个黄方框永远不变 它是固定的 但是在黄方框里 有时候钻出了一个白鸡熊 有时候钻出一只鸟 它永远在动 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在这里体现的非常玄秘 而且给观众带来视觉的冲击力 所以这是设计的比较好的一个标志 还有伦敦BBC的标志 也非常富有特点 此外我们经常看到 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标志 凤凰卫视中文台和直讯台 都是用的两只凤凰叠化的这样一个台标 两只凤凰经过三位动画的处理 叠化在一块 凤凰卫视选用凤凰作为它的台标 非常合适 我曾经跟凤凰卫视的台长开玩笑 说你们用凤凰最合适 因为凤凰是中国的第二图腾 我们前面讲过 中国的第一图腾应该是龙 中华民族第一图腾是龙 只有中央电视台可以用龙作为标志 而凤凰卫视 你只能用凤作为标志 而且凤又是吉祥鸟 所以凤凰卫视 以凤凰作为台标非常合适 而且请大家注意 凤凰卫视中文台 它的台标是黄色的 而凤凰卫视资讯台 它的台标和背景都已经出现了蓝色 为什么呢 它的背景是蓝色的 表明它是面向全球 因为蓝色的星球就是我们的地球 而它的凤凰卫视中文台 始终以黄色作为基础 基础的色调 是因为凤凰卫视中文台 主要面向全球的华人 所以在台标标识片花里面充满了艺术性 同时也具有文化的内涵 除了刚才我们介绍各个电视台台标 标识片花 这样的视觉设计以外 实际上视觉设计遍及很多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可以说也是 今天世界各国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行业 世界的广告可以说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欧洲艺术类型的广告 欧洲的广告特别强调艺术性 而第二大类是日本的广告 日本的广告大部分强调是营销 所以日本的广告专业主要是从营销的人员里面选拔 第三大类是美国的广告 美国的广告主要是附属在传播学里面 所以美国的广告更加强调传播 所以世界三大广告体系中间 欧洲的广告特别强调艺术性 但是世界各国的广告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就是越来越注重艺术性 下面我们请大家看一看 2002年世界一些著名广告的一些例子 在这里我们先给大家看三段 第一段是关于一个薯片的广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薯片的广告 它已经开始有一些故事性 而且造型也很美 在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里 它既有艺术性造型性同时还有故事性 这是世界广告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下面我们再看看一个关于啤酒的广告 这个啤酒的广告同样 或刚才我们看到薯片的广告具有文明的特点 就是说它特别想要世界的天气 而且通过表演的形式 是整个画面显得非常活泼 非常活泼 节奏非常欢快 非常鲜明 同时也有一定的故事性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关于一个薯片的广告 这个薯片的广告简直就像一个很小的故事 一个短短的故事 它通过一辆汽车 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精重 表明到薯片 确实是这么一个非常保险的 非常保险的一个信用卡 请大家看 所以通过以上的几质广告 我们可以看到 视觉设计现在越来越注重视觉的冲击力 同时又有一定的故事性 当然现在的广告越来越强调艺术性 艺术性可是说已经成为 视觉设计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关于实用的工艺或现代设计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二届 实用艺术的审美特征 实用艺术的审美特征 我们把它概括为三组 第一组是实用性与审美性 第二组是表现性与形式美 第三组是民族性与时代性 下面我们先讲第一组特征 就是实用性与审美性 实用艺术顾名思义 首先是要实用 同时要审美 具有艺术的价值 所以实用性或审美性 实用性或艺术性的结合 是实用艺术的 必然的一种发走 必然发走 但是我们对实用性 应当做比较宽泛的理解 主要应当理解到 实用性不光是 就是说平时日常生活的实用 而是应该包含多种多样的内容 它应该包含了文化生活 社交活动 生产劳动 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 所以实用艺术的各个门内 应当实用人类不同实际活动需要 这是第一点 就是要对实用性所比较宽泛的理解 第二点 实用性始终是以实用与审美相结为基本特点 在这里我们请大家看一个 西汉的长信公登 这个西汉长信公登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近两千年的历史 这个长信公登 是当初西汉公秦就长信公使用的一盏宽灯 这个宽灯造性精美 它缭绘了一个贵着的功率 收捧一盏灯 这个灯 它的亮度是可以调节 因为它的这个罩子 是可以开大开小 所以如果罩子开大 这个光线就比较强 罩子开小 留出一个缝来 这个光线就很弱 尤其绝妙的是 它的手臂实际上是一个烟道 它整个的身体是空心的 烟道 这个把烟 从这个灯 点灯用的烟 从烟道进入了身体 第二天早上 宫女再把这个烟 烟道提到外面去 在院子里面把它打开 它所有的部位 这个长青宫灯 所有的能力 这个贵着功率的所有部位都可以扯卸开 扯卸开来 把烟在院子里面散放出去 设计的非常精巧 既实用又美观 而且非常符合 工中使用的特点 它的功率是贵着的 关于这样的既实用又美观的工艺品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很多熏香露 它既实用又美观 造型非常美观 同时又非常实用 而且有力熏香露上面还刻画了许多奇形怪兽 所以当香烟缭绕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就像一个神话的世界 就像一个神话的世界 第三 实用艺术和生产技术具有紧密的联系 无字材料对实用艺术也有着直接的制约和影响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 实用艺术也在不断的发展 第四 实用艺术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无字材料和人力无力 所以它的实用性也应当考虑到经济价值 以及经济的成本 应当具有较低的消耗或较高的使用价值 这个是实用性与审美性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第二点 我们想再介绍一下表现性与形式美 实用艺术是属于表现艺术 它非常注重形式美 所以美的造型 美的外观 对实用艺术来说特别重要 比如说我们青铜器里面 马他飞燕等等 就是一些制作的特别精美的一些作品 还有我们的玉器 玉器的巧拙 对我们的工艺美术来说 也非常重要 工艺美术 大家顾名思义 特种工艺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它的造价都比较昂贵 原材料也比较贵重 这个大家看一看这个玉器 它实际是已经把中间的部分挖掉 去做了一个玉碗 或者做了别的玉器 那剩下一个扁脚料 按照一般的惯例应该扔掉 但是人工巧匠们把这个玉器 边角料又把它进行加工 刻画出一个圆门 圆门周围缠着很多花痰 缠着很多树枝花痰等等 而且在圆门的边上 站着一个铝郎 就把玉器的边角料 通过巧琢的方式 把它制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所以玉器的巧琢 在我们国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比如说汉代的金楼玉衣 汉代的王室 这个去世以后 按当时的规定 是可以享受金楼玉衣的规格 至于其他的王宫贵族 就只能享受金楼玉衣 就皇家可以享受金楼玉衣 汉代的中山静王刘顺 和他的妻子 就享受了金楼玉衣 金楼玉衣 每一件衣服的制作 需要两千多块玉片 用金线把它穿起来 所以叫金楼玉衣 这样的制作非常复杂 需要耗费很多工匠 好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制成一件 可见它是非常珍贵的 两三千年前 商代就已经有了 很精美的玉器作品 这两件作品 是从富豪墨出土的 富豪是商王的 第三十几位妻子之一 商王有三十多位妻子 这是他三十多位妻子之一 而且这位富豪 是一位勇猛的吕将军 他带兵打仗 女战女胜 但是不幸患病去世 商王非常悲痛 就后战富豪 埋在富豪墨中 这个玉龙和玉虎 就是其中的真品 玉龙和玉虎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三千年前 就已经非常精美的工艺品 当然像这样的玉器 我们历史上还有很多 他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文化艺术的瑰宝中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玉虎和玉虎 一千年前 第三 我们再讲一讲民族性与时代性 实用艺术具有荣誉的民族风格 和宣明的时代特色 所以实用艺术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把民族性和时代性有机的统一起来 大家知道 在英语里面 中国叫做China 为什么叫China呢 就是C-H-I-N-A China 如果这个C大学就是中国 而把C小学就是瓷器 所以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中国在古代就以瓷器筑成于世 因为中国的陶瓷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且在古代就已经流传到海外 为世人所筑母 中国的陶瓷有着非常漫长的历史 而且涌现出了许多精品 比如说我们看一看著名的唐三彩 唐三彩有许多优秀的作品 这一件唐三彩就是描绘了当时唐代对外交流的成果 上面坐着的都是一些外国人 被称为博士人 实际上就是中亚或者西亚过来的一个乐段 正在进行演奏 唐三彩体现了唐代繁荣 昌盛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力 唐代以非为美 从唐三彩里面也体现出来 可以看出唐代的这种雕塑形象 妇女形象 一个个都是很胖的 这在当时都应该被称作是美女 另外牙雕 玉雕 也都显示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根源 关于实用工艺和现代设计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下面我再接着给大家介绍第六章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在这一章里 我主要给大家讲两节 第一节介绍造型艺术的主要种类 第二节介绍造型艺术的生美特征 造型艺术的主要种类 包括了绘画 雕塑 摄影 书法等等 造型艺术 与实用艺术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实用艺术 那么造型艺术和实用艺术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们的联系主要在于它们都属于空间艺术 而且呢都是以平面或者立体的方式 借用无知材料创造出静态的艺术形象 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干脆就把造型艺术和实用艺术 合起来成为美术 我们看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和原来的中央工艺美院 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他们实际上就既包括了造型艺术 绘画 雕塑 摄影 书法 同时又包括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实用艺术 比如说实用工艺品 比如说造型工业设计等等 所以大的美术实际上既包括了造型艺术 又包括了实用艺术 把两者合在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美术 但是为什么要把造型艺术和实用艺术分开来讲 就是因为它们有很多区别 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有两条 造型艺术和实用艺术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摄影 书法 它的基本特征是造型性 特别强调造型的美 通过在线和塑造外部形象来体现艺术家内在的精神世界 所以它的表现性潜尝于在线性之中 因而这类艺术主要是属于在线性的空间艺术 而我们前面在讲实用艺术的时候讲到建筑 园林工艺美术与视觉设计 这样的一些艺术它们主要强调的是表现性 所以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就造型艺术首先强调在线性 其次强调表现性 而实用艺术首先强调表现性 其次强调在线性 这是它们第一个区别 它们的第二个区别 就是造型艺术主要具有声媒功能 基本上不具备实用功能 而我们前面讲实用艺术的时候谈到 实用艺术既有实用性又有声美性 所以它叫实用艺术 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 而造型性主要具有艺术性 或者说声美性 具有艺术的价值和声美的价值 基本上已经不具备实用性 那么造型艺术 刚才我们谈到主要划分为 绘画 雕塑 摄影 书法 四个大队 这四个大队都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中外古今 可以说有着许许多多 增长的世界著名的一些优秀作品 下面我们就将分别 给大家进行介绍 第一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绘画艺术 绘画是造型艺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 它是一门运用线条 色彩和形体的艺术语言 通过构图 造型和色色等艺术手段 在二维的空间 也就是在平面里面塑造出静态的视觉形象的艺术 绘画的种类很多 范图也很广泛 从体系来划分 绘画可以分为东方绘画或西方绘画 两大体系 从使用的材料工具或技法来划分 又可以分为中国画 油画 淡画 水彩画 水粉画 粉碧画等等 从其他内容来划分 绘画又可以划分为 肖像画 肖像画 也就是人物画 风景画 风俗画 风俗画 静物画 历史画 宗教画 动物画 等等体材 从作品形式的不同来划分 还可以分为 笔画 连画 连环画 宣传画 漫画 等形式 下面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中国画的特点 在中国画特点的技术上 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画和西方的油画 作为一个简单的比较 下面 我们先讲一讲中国画的特点 中国画 又简称为国画 在世界美术领域中 自称体系 独具特色 成为东方绘画体系的主流 中国画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表现在工具材料上 我们的国画 往往采用 我们中国特制的毛笔 墨或者颜料 在宣纸或者捐薄上作画 因此中国画 又可以称之为 水墨画 或者彩墨画 尤其是水墨画 应该是中国画的正宗 中国画的正宗是水墨画 而不是彩墨画 明代的董西昌 曾经把中国画 画分为两大类 他借用了佛教禅宗的方法 把国画分为了 南宗和北宗 他认为南宗 是以唐代 著名的诗人 王维为代表 王维为首的南宗 他认为 是中国画的正宗 而王维的南宗 就主要是水墨画 但是王维为延续下来的南宗 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包括元代 四大家 明代四大家 清代扬州八怪 都可以属于这个系列 第二个方面 就是彩墨画 或者叫做 这个彩墨的国画 彩墨国画 明代董西昌 认为 他的鼻祖 应该是唐代的 李将军父子 一般又称为大萧李将军 就李将军父子 他们主要是彩墨画 在明代的董西昌看来 水墨画高于彩墨画 南宗高于北宗 所以看出 中国画的一个特点 是水墨画占正宗 中国画的第一 一个特点 刚才介绍了 主要在工具材料上 中国画的第二个特点 是在构图方法上 和西方不同 中国画的构图方法 是一种三点透视法 而西方油画 主要是一种焦点透视法 所谓焦点透视法 就是说 就像我们照相一样 照相 以这个点 照出去的景色 是以这个点为基础 所以我画画 也是这样 比如说 我在课堂上讲课 我要画 在座的同学 那么第一排的同学 肯定用焦点透视法 应该第一排的同学 最大 形象最大 最后一排的同学 应该是 形象最矮小 因为 面照焦点透视法 是 远小 近大 远处就小 近处就大 这是焦点透视法 而国画 不是这样 中国画 是一种三点透视法 在中国画看来 可以把圈景 囊括在里面 圈景囊括在里面 而不是 极节的采用 远小近大的方式 也可能 最远的 任务 可能个子还很高大 为什么呢 因为国画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他还分了 尊卑掌幼 如果 最后 后面的是一个张者 或者是一个皇帝 那么可能他的 形象就会非常高大 而前面是橙子 或者奴仆 他的形象就会非常矮小 所以中国的三点透视法 是非常自由的一种透视方法 这里并不是说 中国人不懂焦点 透视 中国人懂得焦点透视 但是 中国人在着画的时候 是尽量表现艺术家的自我 使艺术家处于一种更加自由的境界 正因为这样 国画才富有自己的特色 国画在构图方法上 完全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方式 它不像西方的油画那样单一 中国画构图方法至少可以分为 三种 第一种叫做分段空间 第二种叫分层空间 第三种叫全景式的空间 所以分段空间 我们很多国画都是这种分段空间 比如说 比如说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哲端的著名作品 清明上河图 是一个长卷 这幅长卷就是采用分段空间的方式来完成的 这幅长卷 中期上可以划分为三大段 第一段是远郊 就是描绘了边境城 北宋年间 远郊的景色 很多人正赶着罗群或者马群进城来赶集 而他的中段 就是他的第二段 就是以边河和洪桥作为中心 描绘了边河两岸和洪桥上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 他的第三段就是进到城里 在城里两边店铺淋漓 非常繁华 所以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典型的分段空间的例子 除此以外 还有著名的罗神户图 罗神户图也是通过分段的方式 讲述了朝职 经过河边 以及在梦境中的一些情况 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 它也是分段空间 除此以外 分段空间还有很多 比如说著名的韩西战燕燕图 是顾鸿中的优秀作品 韩西战燕燕图用屏风隔断的方式 也把它分成了五个空间 在这幅画里 韩西战出现了五次 这在西方油画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是在国画里面是不但可以 而且是一种创意 所以国画的构图方法 第一种就是分段空间 第二种就是分层空间 就是分成了几层的空间 这方面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长沙马王队出土的 汉代的汉墨里面出土的薄化 长沙马王队出土的汉墨薄化 就是划分了三层空间 请大家看这个作品 这个三层空间 最上层是描绘着天宫 天宫 有太阳 有月亮 而且太阳里面还有一个金鸟 在天宫的入口处 有两个把门人 正在等候 死者 死者就是马王队的墨主 是一位老妇人 等着她的灵魂升天 这幅画的忠诚空间 就是这位老妇人的形象 这位老妇人身后 还占了两个旅官 前面的家人正跪在她的面前 给她送别人 老妇人灵魂即将深入天堂 而在老妇人的形象下面 夜饮正欢 家里的亲朋好友还正在喝酒 喝酒干什么呢 逐货老妇人的灵魂升天 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村 经常讲红白喜事 红喜事就是结婚 白喜事就是父母的喪事 为什么叫喜事呢 就是他们认为父母的喪事 是因为父母灵魂马上要升天 所以叫红白喜事 白喜事 这就是白喜事 就是送老妇人的灵魂升天 这幅画的最下端 是一个离世 举着整个大地 而且离世 踩在这个 四龙非龙 四舍非舍的一个 四鱼非鱼的这个动物身上 似乎含有人类 血源于水 这么一个含义 从长沙 马王堆出土的这个汉墨薄化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国画的第二种构图方式 就是三层空间 就分层空间的构图方法 这个汉墨薄化 是当年出土的时候 是在棺材上面 覆盖在棺木上面 马王堆出土的这个老妇人 躯体 经过了将近两千年 还富有弹性 出土的时候还富有弹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里面一层棺木 在棺木和第二层棺木之间 放了很多矿物或者植物 到底什么矿物和植物 现在已经无从得知 然后在第三层 又包着里面的棺木 这样几层棺木套装起来 每一层棺木之间 都放了许多的矿物和植物 这些矿物和植物已经都化掉了 已经很难考证是什么矿物 是什么植物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矿物和植物 使得这个尸体能够完满的保存下来 保存了将近两千年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 反而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很快就已经硬化成为木乃伊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薄化就是当年 这个 葬礼的时候 拿着在队友前面的一种 一种番 这种番到了墨地 埋葬之后 再把这个番放在棺木上面 所以流传下来 我们可以从这个汉墨博画的 番上可以看到 中国化构图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分层空间 中国化构图的第三种方式 就全景式空间 全景式空间 是国画的主流 中国化 大多数是用全景式空间来辽会的 尤其是中国许多风景画 比如说 这一幅 就是 古代 的金浩 会的 匡路图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幅画上 大山大水 非常壮观 这个整个全景 不但 把雄伟的高山 奔成的流水 和山间蜿蜒的小道 以及小道上 行走的 这个 罗队 罗马队 都画的 鼻针 传神 而且 整个画 气势恢弘 使人感到有一股气 在整个画里面流动 这就是全景空间的魅力 全景空间 不但让你看到了 画上的人物 事物 而且让你感觉到 一股气 在里面流动 这就是 国画 采用的最多的 全景式的 构图空间 中国画特点的 第三个方面 就是 诗书画印的结合 中国画 经常把 绘画 诗文 书法 撰刻 诗责 有机的 结合在一起 相互补充 交相互印 形成了中国画 独特的 瑞永美 和形式美 也形成了 中国画特有的 诗书画印 交相互印的特色 这是中国画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 大家知道 西方的油画 一般是不能在画布上 写字的 即使画家要签名 也要 签在画布的背后 或者是在画上 最不起了的地方 但中国画 恰恰不是这样 中国画 画完了之后 画家本人 或者画家的朋友 可以在画上 提字 甚至 离代的收藏家 也可以在画上 提字 正因为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著名的国画 上面提满了字 离代的收藏家 尤其离代的 一些君王 都在上面 留下了自己的墨宝 成为中国画的 一个特点 当然 这一点由于 国画的鉴定 提供了方便 大家知道 由于很多国画 非常有名 在历史上就很有名 所以艳品很东 离朝离代 都有模仿名画的 这样一些艳品出现 那么怎么样来鉴定 是艳品还是真品 除了看画本身以外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 诗书画意相结合 尤其艳品 可能画 描绘得非常相反 甚至一甲乱针 但是 他的字 或者书体 与那个时代 不相红合 比如说那个时代 流传的是什么体 而他写的是 另外一种书体 那么 从这一点 就可以判定 这是一幅假画 当然 还有印章 或诗文 比如他写的诗 是在这个画出现以后 才出现的诗歌 那这幅画 一定是假画 甚至印章的传课 也是不同的 美 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画家 他们的印章 是非常有特点 后人去模仿 他们是很困难的 所以从印章 也能判定 这幅画的真伪 所以 中国画诗书画意的结合 不但丰富了 绘画的意境 通过诗文 通过书法 通过印章 大大的丰富了 绘画的表现力 同时也给我们 鉴定绘画的真伪 作品的真伪 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中国画的特点 第四个方面 就是 中国画 它民族特色 来源于中华民族 悠久的文化传统 和美学思想 国画 或油画不同 最根本的原因 还不在工具材料 不在技法 不在构图方法 也不在于 实书画意的结合 最根本的原因 还在于 两个民族的 文化传统 和美学传统不同 东方的美学传统 或西方的美学传统不同 中国画 特别强调 风景画 强调是意境 而人物画 强调传统 这都是美学的 特征 中国美学的特征 使得 中国的风景画 特别强调意境 意境 就是一种 清景交融的境界 就是通过风景 在画面上 要体现 艺术家本能的情感 和追求 所以中国画 经常画 美 南 足 菊 四君子 被国画 成为四君子 美 南 足 菊 因为这四种植物 特别能够抵御风寒 能够抗拒 强暴 代表了艺术家自己的 审美追求和理想 而中国的人物画 非常强调传神 就是说不但要画出 人物的外在的形态 而且要表现 艺术家对人物的 审美评价 还要表现 人物自身的精神气质 传达 人物自身的 精神气质 甚至中国画的传神 已经达到了 不但为人物传神 还为花了 虫鱼传神 我画的是一朵花 我画的是 一只鱼 一条鱼 我也要把他们的 生态画出来 比如说 齐贝斯先生画的虾 就把虾的生态 传达出来了 这些都是 中国画的特点 我们在今后 介绍中国艺术精神的时候 还要继续介绍 这一个方面 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